好 再来要看到中信兄弟的消息 去年的秋季相对是饱受伤兵的困扰 像是花花张真伟 去年就因为脊椎滑脱而出赛数受到了影响 而有些有伤在身的选手 也利用休兵期间来处理他们的伤势 在春训期间也是持续调整 对 那花花的心愿呢 就是希望能够健康地打满一整季 那至于竹力的后援投手关大元 则是期盼能尽早摆脱右肩发炎的困扰 一举超越甄田玉桂的终极记录 其实都有不错的一个对战的一个成绩 哎呦 俺们怕俺们大 中信兄弟外野手花花张正伟 去年球季饱受脊椎滑脱的困扰 出赛数仅仅98场 创下生涯新低 他趁着休兵期处理伤势 特别加强腰部跟腹部的训练 好不容易挨过复健的痛苦 花花期待新球季的到来 也表示复原的状况都在掌握当中 只休了十几天 然后放假时间都在复健 然后把自己的腰治疗好一点 然后希望今年能打满一成绩 就身体健康的打满一成绩 数据来说 我们先不要定自己个人成绩 我们是希望我们团体能拿下 很好的成绩给我们 我们新的新东家看 这一个球要被拉掉了 至于牛棚主力 转运手关大员 去年的防御率和中继成功次数 都是生涯最佳 出赛数六十五场 更是本土投手最多 不过他也因为频繁的出赛 导致右边肩膀出现发炎的状况 就一检查后还需要多加休息 以及复健调整 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真田玉柜嘛 然后在中继的部分跟我算是搭配胜利组的一个方式 他也回日本了嘛 那现在这边的空缺 其实我是想要就是地补他的角色 然后希望突破他的记录这样子 然而想要超越真田三十二次中继成功的记录 并不是容易的事 也因此关大员接下来的目标要加强稳定性 来迎接星球季的考验 有点TV许家荣莲爱船桃园报道